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姓陈 然后我叫书瑶 读书有书琼瑶的瑶 然后我现在在念研究所 在世兴大学念性别研究所 然后我们做 我们可能念都是女性主义啊 或者是性别研究 或者是社会学里面 用社会学的角度观点去看性别的话题 性别所想像我们所选台湾只有三家 最早是在高雄教育大学 再来是高雄医学大学 再来是我们学校 我是第六年的 成立第六年的学生 对这是在台湾 其实性别把它归类为社会学的一部分 那其实他算是在台湾一个蛮新的一个学科 其实还没有很多 然后其实台湾现在有加入 就像联合国的 就是他们的就是一个新的计划跟视野 就是性别主流化 就是应该在就是应该在很多政策上啊 法律上啊 或是在文化上 能够有性别的性别的角度去看一些社会话题 然后所以现在也有新的这样子的学科 然后要培养就是专门的性别人才 我这几天跟朋友吃饭 大家分享说觉得现在在路上或在校园 常常看到就是同志 就是管男同志女同志就很容易就牵手在走路 就是他们好像不太不太不太不觉得不好意思让大家知道 他的性倾向 就表示说我们现在不管在校园或者是在一般的空间 空间可能对不同性倾向的人能够有比较友善的空间 就是也许在这些空间跟文化上有一些小小的突破跟松绑 可是在学校的制度里面或是可能还是对不同性倾向的人不一定是那么的友善 我觉得不管是住宿舍就是学校的宿舍或者是可能未婚的女同学 未婚怀孕的女同学 对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友善 这样一般学校都是一样 其实就是有分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 对可是分男生女生宿舍 我觉得最不公平的地方是男生通常他们行动都很自由 男生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到宿舍睡觉都没有关系 对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卡 一个卡 然后就是可以自动出入在学校 在宿舍 可是女生的话可能像辅大例子 就是女生要在11点半以前回到宿舍 如果没有回去的话你就会被寄一个就是叉叉 你被寄三个叉叉 你就永远不可以再住学校宿舍了 对 就是我觉得很不公平 就是为什么晚上到了 就是女生的自由要被限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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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